三个中产党 今天这个话题曾经成为全城焦点 原因当然是有一个明星 就是陈奕迅 陈奕迅早前去了公开大学做一个分享会 做完这个分享会后 出现一些冲突或讨论 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有人说陈奕迅的态度不太好 首先他拒绝被和学生合照 又说学生经常玩电话不尊重他 甚至乎做了这个分担手势 你们不要不尊重我 他们也会玩 于是就说其实我也不想再跟大家分享下去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态度都不是想分享 如果你要上网玩手机 我们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 合理的地方是这个活动 我们只是想来见陈奕迅 你要我们先看了两个小时的纪录片 才可以见到他 看完两个小时 我们已经觉得很累了 不然他的说法不合 他说陈奕迅迟到 其实没有迟到 因为活动说明 第一个小时是看纪录片 没有迟到 但是那种心态我明白 那些学生会等了两个小时 看完那些 那些当然会散散了 其实特别现在年轻人 我觉得是 我不是说负面的说 但是就是集中的纪录片 那应该先看两个小时的纪录片 那应该先看两个小时的纪录片 如果不进去才会怎样呢 你便没有位 你需要先进去霸了 因为主题就是看纪录片 那进去的话都要下去做 那什么纪录片 就是陈奕迅的纪录片 就是陈奕迅的纪录片 就是跟陈奕迅的纪录片 就是跟陈奕迅有关 其实类似的 其实也有点像 但是总之主题是纪录片 陈奕迅是答单的 但是全世界都觉得陈奕迅是出赛 但是纪录片两个小时 就真的很难顶 就是毫无疑问 是一件非常非常难顶的事 当然是 好了 第二个大陆的学生批评 他说 因为在场有些人 就要求陈奕迅用广东话 因为他们听不明白广东话 就用英文或者国语去翻译一次 陈奕迅就拒绝 就说 这里是香港 我应该用广东话 所以他们就觉得 因此很不满 但是有客观说 因为那张海报就写明 这个活动是用Canadianese 既然他写明了 你就没有理由要求他 就不是政府你了 我都觉得这一点也不合理 第三个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我只认得 因为我经常都看 我们现在大学Facebook 有很多叫secret page 就是拿明你去写些东西 跟其他大学的同学分享 我经常叫做钓鱼文 钓鱼文的意思是 他是故意去制造冲突和仇恨 第三点 他说 这个人 其实陈奕迅来到的时候 下车没有什么人跟他招手 可能他觉得自己是天王巨星 没有人打招呼他很不满 但他不是说 坐了两个钟的人都在里面 他可能说他在外面有些同学看到 但是你一看到这里 我们看惯钓鱼文 那些人就知道 真的很假交 我不会否认这个学生 可能真的在现场 或者听过有些朋友 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问题就是 他说到陈奕迅下车 竟然没有人跟他打招呼 搞到他敲壳面 这些就是引箭 摆明就是聊是斗非 我们CUHK Secret 有些留言说 好想是扮大陆人扮得好些 一看都知道你不是大陆人 你钓不到鱼的 这些太假了 通常都会说 香港人要怎么战怎么战 一看就知道 大哥 你想挑拔我们香港和内定身的仇恨 也拜托你入戏 不要说这些假交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假交的 但当然 整个事件的重点 当然有人说我都要讽刺一下 有些人说 你邪性这么厉害 你当然可以这么困难 我要这么说 因为我以前是很长期的邪性的朋友 邪性一向都是这样 他都是有躁狂症的 他以前未最红的时候 都经常跟记者吵架 然后就搞对记者经常写衰 有几年的戏差 拿不到金奖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跟态度恶劣有关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天和气息才这样做 他从来都是这样 但今次讨论的焦点就是 究竟那些学生是不是很有问题 特别有些教育界的人 想说 你觉得那些学生玩手机 不尊重的讲者 这些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这么坏的 例如黄迪斯那些都是这样说 不尊重 我又不会说 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 但有些大学生真的很不尊重 我的名字又写错 又没有礼貌 这些人我觉得很不尊重 那你怎么看 我再教一下身份 先讲一些东西 我在美国教了很多年车 香港大专院校 每一家都教过 不值得的 中大教过中大 他讲OU 但他的秘密的中大 也有人讲 另外 OU我没有教过 港大教过 科大教过 理大教过 都教过很多家 我的感觉就是 和香港学生比 和美国学生比 可能我自己的问题 我又不是太介意 人家尊不尊重我 你叫我 我挺鼓励 那些学生叫我名字 不要叫我教授 那些东西 上课玩不玩手机 这个问题 讨论了很多年 你说手机好 由手机发明开始 那些问题 我知道 手机发明 手机好多年 不是的 未智能都已经玩SMS 对 那我从来 我自己学生的时候 心态 喂 有时候有些堂 又真的很肥 又很悶 那问题就是 你进了课室 那你之后 如果那堂很悶 你应该去做什么呢 那你 那你 你就走 聊天 其实是睡觉 聊天又不好 那我又不会的 通常我太悶就不去 那你进去才知道 被人骗了那些 你以后都不会再去的 那我就走 我又不怕 我又不怕 你说我没有礼貌 或是什么 静静地 找个位置 你不要骚扰到其他同学 那这件事 我觉得是 有礼而有成的 我就是这样 你入到课室 睡觉 入到课室 玩手机 等等 我觉得有些无谓的 我觉得 不是说 乖不乖 那问题 是有其他大 就是 你在学校里面 你睡觉 屈蛇 不是很难的 不 有时 你会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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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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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好反应手机 我不是 如果我真的好反应手机 你开始写的 书在一个白板上 我教书 不可以玩手机 电脑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 你要拿出来 你现在想拿出来 你走 我不用你了 你走啊 我又不算你的 那你不算 你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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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 就不是整股 对不对 我自己个人 就不是那么价怀 尤其是 这个世代 尤其是电脑 你电脑的时候 上网找资料 是的 学生也有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学生 不是想上网看其他东西 不如有些什么 去问一下 上网找一些资料 就去问 因为这个其实是 你可以写电脑 因为很多东西 你觉得好像 我老师高债是什么 我们朋友 我们出来吃饭 和朋友吃饭 是不是 不可以拿手机 来查一下东西 或者他跟他说 他跟他说 是我参与不到的时候 我拿去玩手机 或者有人 Message 我看两句 Message 看两回事 是的 是不是最大 因为他拿着 是的 是不是最大的 你敢拿一拿 又不是一件更差的事 我又觉得 怎样 我之前有去看机会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在法庭里 本来很严格 法庭有个严格 比你上课 对吧 因为法庭里全部都玩手机 那些人都知道 真的浪费 他完全是静止无息 大家就去玩手机 然后当然 有些人 法庭前面有些人 就是电脑记录 有些人 预计了这台是打电脑 但是 打电脑 我不知道他们是打什么 因为有些人都是单天望地 因为有电脑在面前的记者 所以 但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玩手机都不管 就是 只要他自己不能去圈牙 不能去 我发现 就是 手机绝对是没礼貌 手机也绝对是不可以防止 但是 他上了引 其实那些说 电子线那些应该禁锻了手机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你只是接受这个现实 就是虽然没礼貌 你现在这样 可不可以不让他打进去呢 可不可以不让他打进去呢 我试过去一次白宫参观 他那些地方是不给手机 他直接收起了 就收起了他的手机 就收起了他的手机 确实不戴起手机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接不见了他怎么办 他说有你说没有 你假如不见 你要去收条件很麻烦 是啊 你的层行证成果很高 但是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见到 譬如说 你 譬如我 你和女朋友去街 你和女朋友去街 你说 如果女朋友 是和你去街 和你去选择 然后不用手机 用手机 当然是礼貌 但你说一定是不用手机 结果你没有女朋友 结果你会宣传这个问题 就是你现实上 虽然是没有礼貌 但是你完全不可以 我自己一个人经验 不是完全没有女朋友 是一个年龄阶层的 你如果想和一些 二十多岁的女朋友 即是女仔去街 去街 差不多都没有了 但如果你和年纪大一点 或者 还有一些 我想你如果是黄鹤 去街 的话 就会专闭 我先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 都是牵涉到道德相对主义 为什么意思是 以前我记得 入图书馆 或中小学 是手机都不可以带的 不要说是关机 但现在基本上 中小学你带手机入去 图书馆 你带手机入去 完全没有人可以阻止 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讲到你很开放 譬如我稍后 原本都想说 我上课就不介意 同学用手机 但问题就是 去到中小学 我又觉得 我很难接受 一个小学生 上课已经玩手机 即是 街是怎么说 其实也没有一个一致性 但我觉得很强的一件事 就是现在这个 我们叫做 multi-tasking的世代 为什么我会接受到 学生上课 是用手机和电脑 就是因为 现在的年轻人 会告诉你 我用手机 不代表我 不是在听你说话 甚至乎 我们都会用这个方法去解释 我用手机 不代表我 没有留意你说话 而且 你很难阻止 他开电脑 他也可以是看综艺节目 而不是打烤士 你如何去判断 他开电脑是如何 如果我们接受了电脑 是比较认真正经的姿态 去上网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接受不了手机 我觉得这个问题 已经是正如刚才所说的 这个不是你接不接受的问题 你已经没有办法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吗 你可以不接受 你没有办法不接受 没有办法不接受 所以道德相对主义的意思 就是去到这个位置 你已经是只能够去接受 有时是我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反过来说 很多老师都觉得 我都教过一些科 全部都是老师上堂 我们经常都说 最恶劣的病人就是医生 最恶劣的学生就是老师 就是他们都会做齐所有东西 又是睡觉 遲到早退 玩电话 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做 我们都会做这些东西 结果 为什么我们做得 而别人不做得 其实都是权力关系 你是老板 你就很厉害 那就玩 然后别人是下属 就不能玩 譬如我 如果看学生的表现 我当然不会玩这些东西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我不认真看他的表现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我很强调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要经常用这些东西 去做一个规条 譬如我们朋友很熟 玩手机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会觉得 那个人不尊重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认识 你已经玩手机 你便会知道 说到最后 都是会不会做人 而会不会做人 就真的是一个世代斗争的问题 你觉得 你觉得 你这么说话 不是很快 年轻的人不是这样的问题 是的 我们整个人都会被人说 尋机有时都会被人说 是的 我们都会 我们就是靠不断错误来学习 而为什么我觉得 玩不玩手机 是做不做到 或是否证实到 其实都是 我们越懂做人的时候 我们就越懂得 在什么时候 懂得玩手机 而不会发生有什么坏的事 但会不会做人 其实是否有个价值观 是老师傅和年轻的人 当然 那不是陈奕迅 那是个二十岁的 刚刚红的 网红的 可能你玩手机 他又不会觉得 那么伤害到他 是的 感觉上是的 现在的人慢热了 现在的人开始懂得做人 是二十多岁或二十岁 十多岁就会懂得做人 因为出来做事 做part time 你已经会知道 但是现在的人是慢热了 现在的人开始懂得礼貌 懂得什么 二三十岁 还有一个 勾了一点都要说 现在有些年轻人觉得 这样叫做有性格 就是我不给你面子 我行我素 这些是代表我自己个人的独特体验 几十年前也是 但是几十年前 你很快会知道会撞板 当然这个牵手很多问题 我们下次再说 资讯时代不同了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线 模糊了 都是令到这件事的冲突越来越大 我可以留下一次再说